NFT的蓝筹项目有哪些呢 第一名就是这个Creator Pax 就是这个像素化的NFT 它的贵的是758万美金一个 便宜的也得上百万人民币 那要问为什么这么贵呢 因为它是NFT的祖师爷 NFT的发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二名就是这个无聊员 这个是由像素化转为写实化的里程碑的作品 现在的无聊员的最便宜的也得150万人民币 无聊员也是应用于社交NFT和商用NFT的一个典范 第三名呢就是这个Clone X这个项目 这个升级到3D类这个头像NFT 唯一能站住脚不被喷的一个项目 因为它的背景方呢是耐克 日本的顶流艺术家孙上龙 以及这个NFT的顶级工作是Artifact 它的地板架也是硬的一样 第四名呢就是这个红豆就是Azuki 也是这个二次元头像的代表 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成为蓝筹项目的 就是因为它的画风呢 比较符合于北美这种滑板文化 项目方呢也将这个红豆计划拍成大电影 并将40号头像呢做成随便化的元宇宙 使这个它的roadmap是格外清晰的 它的地板也是硬的不得了 另外一个就是Doodles也被称为这个Doodle 这种轻量级糖果色的这个风格呢是备受推出 虽然它的项目图案还不是说特别清晰 但是它的背景方足够的硬气 摄取共识度非常的高 它的主创人员呢曾经服务过这个 也服务过这个谷歌WhatsApp等这个大厂 它的技术呢来自于Dapper的这个团队 曾经负责过加米包这个项目 这个是互联网公司和区块链的豪华典配的一个项目了 单浮盘是没啥用的 有本事你预测一下下个蓝筹项目呢 那我就推荐机甲少女这个项目 欧美和日本风格的项目都有了 现在缺少的就是韩国风格的项目 你可能会疑惑了国货项目和元宇宙地产的项目 怎么没有在蓝筹之列呢 别着急脱口盘的国火之光 咱们下期聊 我是华晓尔 点赞关注了解NFT和元宇宙的项目信息